昨晚部落官方突然宣布延迟更新15本和渡成后 引得无数玩家一片骂声 大家生气的点在于 明明说好了这个月25号前完成所有账号绑定 结果好不容易绑定完账号 买好了月卡还囤了一堆东西 你来个不更新是啥意思 我太理解大家的感受了 尤其是25号凌晨特意蹲在号上等更新的时候 那种期待之拉满又落空的感觉 确实让人很难受 这个视频咱就来简单说下为啥延迟更新 以及大概的更新时间 首先延迟更新的原因大家应该都能猜到 这次账号绑定中出现了各种麻烦 以及很多玩家还没来得及绑定的问题 都需要几点时间去解决 这也是为啥之前官方不在公告中明确讲明更新时间的原因 那到底啥时候能更新呢 其实根据昨天官号发布15本更新预告的视频也能看出来 具体的更新时间大概就在11月底或者12月初 总要先把之前落下的宣传片发出来郁郁热 这一点从皇室战争的更新时期是12月8号也能推测出来 所以部落冲突只可能提前不可能落后 大家再给官方两天时间 另外有很多小伙伴出现登不上腾讯版本部落冲突的情况也不要着急 因为得等到15本正式更新后才能登上去 有其他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